1983年3月 73岁的巨邪主席曹瑜 收到了来自远方的一封信 这信写得很不客气 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 一个也不喜欢 你心不在戏里 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 你为世为所悟 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 你泥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像晚上喝了浓茶 清醒于混沌之中 曹瑜说他是中国化学界的祖师爷也不为过 可居然有人专门写信骂他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曹瑜活到了86岁 成就却几乎都集中在前30年 为什么到了人生阅历 真于丰富的中晚年 他反而再也没能写出 雷宇是金氏骇俗的剧作呢 曹瑜其实不姓曹 他姓万 名叫万家宝 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母亲在他出生三天后 就因为产入热去世了 母亲的孪生妹妹成了他的后妈 曹瑜的父亲万德尊 当年做过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 风光一时 然而黎元洪下野后 万德尊的政治生涯 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只好回天津度残年 曹瑜形容他少年时的家 沉静得像一座坟墓 十分可怕 白天父亲和母亲一起抽鸦片 下午四点还在睡觉 傍晚才起床 每次曹瑜回到家里 整个两层羊楼 一点动静都没有 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 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 就把厨师臭骂一通 曹瑜说他 他更来起 曹瑜在这种压抑苦闷的氛围下 渐渐长大 有一次万德尊把曹瑜叫到 跟前上的背书 曹瑜看着父亲的脸 吓得都忘光了 怎么也想不起来 不容思索 啪的一声 曹瑜结结实实 挨了父亲一巴掌 这是曹瑜唯一一次 挨父亲的巴掌 曹瑜说他这一巴掌 尝试我联想起 《昭花西史》中 鲁迅写的父亲的病中 那种扼杀儿童心灵的情景 教育方式虽然残酷 却也为曹瑜积奠了 足够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生在这样的富足家庭 也让曹瑜有机会 接触到了戏剧 早在两三岁时 曹瑜作为戏剧发烧友的继母 便经常抱着他到戏院里去开戏 当时的天津明觉晦翠 在继母的怀里 幼小的曹瑜见闻了 谭心培 杨小楼 刘洪生 等明觉的风采 1922年 考入南开中学的曹瑜 加入了南开新剧团 在校期间 他扮演了一谱生的戏剧 《诺拉中的诺拉》 又在炫备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今宵九醒何处》的小说 第一次使用了曹瑜这一笔名 七年后 父亲万德尊因病去世 曹瑜从南开转去了清华 潜心研究戏剧 很快清华人就知道 学校来了个叫万家宝的人 很会演戏 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 东北沦陷 曹瑜和孙玉堂 孙浩然 蒋安殿等同学 一起创办了《旧王日报》 用笔来抒发自己的不平和愤满 两年后 日本占领山海关 大举进攻热河 轻取成德 战火烧到了北平门口 这样的时代背景 这样的家国情愫 激发了曹瑜 作为一个戏剧家的 博动的创造力 那时23岁的 他整日在清华阅览师里写剧本 年轻而敏捷 文权奔涌 写累了就到清华的草坪上 去躺一躺 仰头看着天上白云 缓缓的飘过 不久处女座雷雨 横空出世 写完后曹瑜缓缓吐了口气 我所感到的丑恶 都表现出来了 曹瑜把雷雨 交给了自己的发小 文学纪刊编辑的张静怡 张静怡呢 把剧本推荐给了巴金 结果拿到剧本的那天 巴金熬夜一口气读完了 并决定发表它 巴金说我落了泪 但是流泪以后 我却感到了一种舒畅 同时我还感觉到 一种渴望 一种力量 在我身内产生了 我想做一件事 一件帮助人的事情 我想找个机会 不自私的 献出我的微少经历 1940年 曹瑜做出了 他的毕生巨作 颠顶之品 北京人 那个动荡的年代 是曹瑜创造力 最为旺盛的时期 但就在人们讨论着 期待着这个天才 再次历任出窍时 迅猛的时代变革来了 在跨过了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后 中国迎来了新时代 1949年 曹瑜在组织安排下 化妆成商人 由香港乘船抵烟台解放区 4月 他参加以郭默若为团长的 中国和平代表团 参加了与杰克布拉格 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从那时起 曹瑜有了新的身份 50年代后 曹瑜成了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北京仁义院长 开始频繁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和会议 朋友接见不断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 曹瑜忽然意识到 自己以前错了 雷玉里讲了太多的宿命了 这是不对的 周朴元所代表的资产阶层 本身就应该走向灭亡 曹瑜做了自我检讨 还把雷宇从头到尾修改了一番 修改版里 周朴元成了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鲁大海成了罢工的领导者 周平完全是一个顽固子弟 先私通周凡一 又玩弄鲁思凤 结局也大变样 思凤没有自杀 周冲没有死 周平也没有死 戏剧主题从人伦宿命 变为了阶级矛盾 一个个经典的角色 从立体走向了扁平 从那个时候开始 曹瑜身体里最为鲜活的一部分 就渐渐流失了 曾几何时 一位前辈删减了曹瑜的一幕戏 曹瑜便愤而直言 你这样做 等于把我整个戏的心脏挖掉了 现在丢掉的不是心脏 是魂魄 更悲哀的是 撕碎魂魄的不是别人 而是曹瑜自己 50到60年代 曹瑜创作了 明朗的天和剑胆片 两个语文填空题 几乎永远不会出的作品 1983年3月 73岁的曹瑜 收到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 就是视频开头提到的那封信 信中每个字都像一柄 利剑直戳要害 曹瑜一生 九部剧作中的佳品 全都创作于30岁之前 在人生的后50年 曹瑜再听不见雷语 再遇不到那个熟悉的北京人 他所写的作品 几乎都是为了 某些更为特殊的东西 佳作难寻 这封张扬跋扈的信 来自笔曹瑜小 14岁的晚辈 画家黄勇玉 在此之前 巴金也劝过他 把你心灵中的宝贝拿出来 其实曹瑜不是不明白 在给黄勇玉的信里 他恳切地说 我仍在朦胧半醒中 心里又很清楚迷了路 但愿迷途未远 我还有时间 能追回已逝的光阴 天下没有比到了暮年 才发现走了太多的弯道 更痛心的了 曹瑜把黄勇玉的信 表装起来 挂在了家中的客厅 勉励自己写出佳作 然而收到来信的五年后 曹瑜因兵住院 一住就是八年的时光 老记福利 纵使置在千里 邮箱里的邮也不多了 住院期间 曹瑜的枕边 放了一本 《列夫托尔斯泰评传》 有一次读得入神的 他突然一撒手 大声喊道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 不然我不甘 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 你知道吗 1996年12月13号 曹瑜因病逝世 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 曹瑜终究没能 追回一世的光阴 千古文章未尽财 一生金袍未尽海 虽然后半生缺乏传世之作 但曹瑜依然是 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 这一点无庸置疑 只是很多时候 不禁令人深思 人的命运究竟是 有什么决定的呢 是个人还是时代 曹瑜身上的悲剧性 就如雷伊吕那句 我不如罗拉 我没有勇气 独自出走 我也不如朱丽 那本是情死的剧 不敢走 又不敢死 这似乎是很多人 一生的写照